猫熊是大陆的国宝 而且这个稀有动物繁殖不易 保护都来不及了 不过日前北京有一位市民 他在经过宠物店的时候 却赫然发现 竟然有人在贩卖猫熊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带您一块去看 这照片左看右瞧 还真有点像猫熊 不过换个角度看 这脚似乎也太短了点 这是一家位在北京的宠物连锁店 几天前在门口摆出出售猫熊的广告 一只还要价八万八千块人民币 将近三十五万台币 适合几天实地走访 猫熊不见了 连广告牌都给拆了 带来的时候就是这样 特别像猫猫 都觉得特别可爱 有拍照 然后手机啊 或者相机都给他 这国宝级的动物 怎么能如此大啦啦贩售 原来是宠物店 拿松丝犬来做大改造 在耳朵以眼睛和四肢的部分做加工 一只以假乱真的猫熊狗就完成了 宠物店店长表示 这创意是来自台湾 当时团团圆圆到台湾时 就看到一堆这样的仿熊猫狗出现 才有了这样的概念 店里才刚推出四天 就被买家给买走 这店也一系爆红 被网友称为最牛宠物店 全新武秘山综合报道